我是被夫人塞给将军的妾室 她试探她有无二心 她坐怀不乱 命我抄了一页的经书 以表真心 而我呢 手酸 心也酸 鬼知道我为了当一等大丫鬟 付出了多少努力 老夫人爱吃摘菜 我足足熬了四个月的大夜去学 老夫人想听鹦鹉学舌 我天天拎出去教她说话 最后我和鹦鹉都背熟了心惊 老夫人咸心过门的少夫人脾性大 我两头说和 腿都快跑戏了 如无事 才升到了一等 同时进府的一语在众人面前点我 瞧瞧这体子 吃个饭还要给老夫人绣汗筋 怕不是晚上做梦都在巴结主子呢 她向来是这刁蛮的模样 与我太相熟 胡闹惯了 所以我只是笑着 接着做我的事 倒是年长歇的另一个一等丫鬟冬桂为我说话 你们可就酸吧 以为巴结主子好做呢 冬桂走过来看我绣花 接着说道 就说绣汉金子这事 你们只爱抢那些大件绣 觉得出挑 殊不知一年到头 老夫人用的最多的 还是这些眼头的小物件 老夫人一用 便念到 这是年峰的手艺 人可不就走到你们前头去了 仪宇也走了过来 不由分说 抢走了我手里的汗金 笑道 那今日我也绣条汗金子 让老夫人也念叨念叨我 我无奈地摇摇头 索性撂开手吃饭 仪宇见我兴致缺缺的 对我说道 你可别不言语 你知我是打趣你的 我转过头 环顾四周 恐人多嘴杂 只向他递了个眼神 以语心领神会 帮我把饭碗端进里屋去 一边走一边说道 年峰姑奶奶 我伺候您进屋吃茶 总可以了吧 进了屋 避开众人 我才拉住他的手 让他别忙活了 和我并排坐下 年峰 我瞧你都闷闷不乐两三天了 为着什么事呀 我捋了捋并边的碎发 对以语说道 我上月刚过了十六的生日 少夫人听了这事 说要给我找好人家打发了 以语眉头一皱 不自觉提高了音量 老夫人最舍不得的 就是你了 她上杆子我急忙嘘了一声 以语才将声音放小了几分 她上杆子急什么 横竖你又没心去少将军屋里 我摇摇头 唯有长叹 以语见状 只得安慰我 这事还得你多和老夫人说 求她留下你 我们这样的出身 也就在这府里能有几年清闲日子了 嫁了人 谁知是什么光景 这个话题 我们这群年轻的丫鬟 谁谈及都是忧愁 当年我被老夫人选中带进府里时 她是去淮安寺捐赠的大善人 我是跟着母亲在寺外 乞讨的可怜人 只因我把僧人端来的粥饭 全给了母亲 被老夫人注意到了 她才派人领我进前说话 那时她问我 都饿成人干了 怎么不吃 我局促地拽着自己残破的衣角 低头小声回她 我娘还怀着弟弟 我怕她吃不好 弟弟也跟着 哎 饿我没想到 老夫人会那么和蔼地 招我坐到她身边 她俯下身又问我 你怎么知道 你娘怀的就是个弟弟呢 我咬了咬唇 回她 我爹说 生不出儿子 就要我娘一直生 她身子已弱极了 我 我怕她我当时没忍住 眼泪哗啦啦就落下了 混着我脸上的尘土 躺成了泥泞 家里加上我已经有四个女儿了 我怕我娘再生一个 命就没了 老夫人健壮 忙取出她的汗筋 帮我擦眼泪 我下意识躲了一下 说道 不敢的 老夫人 别脏了您的物件 她慈祥地笑着 拉过我仔仔细细地擦拭 回我 那你以后就多秀几条汗筋还我 不就好了 我当时愣了好一会儿 还是同行的一个小侍卫 没忍住张口 那个小侍卫生得粉白 眼睛明亮 不笑时 嘴角都挂着甜甜的梨窝 老夫人的意思 是要带你回府呢 还不快谢谢老夫人的恩典 那小侍卫应当是跟随少将军的 他正性冲冲对我说话 就被少将军力色喝止 还不退下去 老夫人面前 岂容你个奴才多嘴 天光云影 礼佛之地都压不住少将军身上的戾气 他淡淡地瞥我一眼 但倒没有任何情绪 像看着一只猫狗 所以后来我敬他 踏他 听他 顺他 独不爱他 可惜少夫人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他是这世上最鹦鹉无双的才俊 是个女子都会倾慕于他 进了将军府后 我就一直留在老夫人的身边 以与我同天进府 她是老管家的外孙女 生活比我好很多 但她并不是强凌弱 反而第一天就拉住我的手 和我坐在廊下听女说话 我外公在府里做了四十年的活了 他最清楚老夫人是个菩萨心肠 所以你看 老管家都敢把自己的外孙女送到老夫人身边 可见 这儿是个神仙地方 你便不必再如此谨小慎微了 我进府的这天 老夫人给了我比旁人多一倍的卖身钱 让我寄到家里去给我娘用 老夫人常叹 对我说道 你们外边的人 只瞧着我家世代武将 皆是些骁勇善战的武曲心下凡 可那都是造沙业的事 是很折瘦的 她说这些话时 像极了我们村里那些 盼着当兵的儿子 早日归家的老人 瞧着偌大府邸 到头来 只剩我这一个白发老玉 伴着一个孙儿 尊荣是旁人眼中的 我只觉得西黄 每每少将军出征的日子里 老夫人的话就变多了 而我是个能坐得住的 我在她身边抄佛经 她就续道这些事 也不需我回什么话 听着就好 时间长了 她会翻出我刚进府才认字时抄的经书 笑道 我教了那么多丫头写字 你是学得最好 最快的一个 我老实地回她 老夫人月月给我那么多钱 连我娘的身子都养好了 我需得做好老夫人交代的事 不然我受之有愧 我娘仍旧生了个女儿 可我用我的月钱 威胁我爹 倘若她在逼迫我娘生子 我便不再给家里寄钱 我给的钱 够我那窝囊了半辈子的爹 带新屋 买一圈的牛羊了 她不敢不听 而这些 不论是老夫人本心善良 还是她想为子孙积福 都是她给我的恩德 我不能不计 所以在她要把我的原名 朝地改了时 我主动提说 我想到一个好名字 望她应允 我写在纸上 老夫人和一众丫鬟 看着读了一遍 年峰 一语笑我 少将军手底下 有个小兵叫瑞雪的 你倒是和他凑成一对了 我知道这个瑞雪 我进府的第二天 就撞见了他 那天我去给少将军送羹汤 路不熟 三转两转 静堪堪 走到了西侧门外 一个小侍卫 上前拦住我 正是似终与我搭话 生得粉白 眼睛明亮的那一个 他一笑 一对梨窝愈发甜了 他问我 什么羹汤 还要端出府转一圈 才给人喝 我搭拉着脑袋 眉头促成死结 哎 老夫人交代的第一件活 我就办不明白 可如何是好 他见我快急哭了 芒正色道 你别急 送去哪里的 我再找个姑娘来帮你带路 一听我说是少将军 他立马展言 原是少将军啊 我帮你带路就成 小侍卫一边引路 一边帮我端羹汤 留给我一个挺拔如竹的背影 端到门前人多处 他又递还给我 小声对我说 全当是你自己一路端来的 我不曾进来过 明白吗 我木讷地点了点头 看那笑眼如弯月的少年郎 捏手捏脚躲进光影里 后来我每每给少将军送东西 都会特意从西侧门前绕一圈 一直到我端着剑湖敞路过时 听别的侍卫 换了他一声润血 我才知道那是他的名字 兜兜转转的 除了那条弯路 还有我不可明说的心思 所以那是以羽拿瑞雪打去我 我急忙上前就捂住了他的嘴 在众人的调笑声里 我红了脸 只得小声辩解 不是这样的 我是年峰 又不是丰年 唯独老夫人渐渐没了笑容 常常叹了一声 众人健壮 不再细笑 听老夫人对我说 年峰 是个有心的孩子 人人都随我为孙儿祈福 倒是你记挂着我 年峰人增寿 这是我们乡下 每年贴春帘时 常见的伴连 我希望老夫人多富多寿 长命百岁 虽然很久以后 我才明白她的那声长叹 眼睁睁看丈夫与儿子码个果实 几十年间 白发人送黑发人 这长寿 未尝不是一种折磨 少夫人是当朝和太妇的嫡女 帝都扑付盛名的才女 她与少将军 结的是娃娃亲 少夫人自幼跟着她爹 保读诗书 原本一听 要嫁的是个武官 怎么都不肯 她说 少将军是府里的毒苗 肯定是让老夫人宠坏的粗人 何况操戈杀伐 做的是朝不保夕的火 她不愿整日提心吊胆的 但少将军只登门了一次 她就变了心意 那次登门拜访 老夫人恐少将军礼数不周 特命我跟随 所以我知道 少夫人是如何对少将军一看清心 再看沦陷的 她聊诗词歌赋 她对答如流 她谈经国伪证 她的眼光叫她还要长远 我的父兄皆战死沙场 他们不为虚名 为的是太平 少将军从不会在府里对着我们说这些话 但她会说给她听 在她的心中 如太父嫡女的身份 才配与她谈论家国天下 而她的神情一真挚 那不去做将军 不就没有这些杀戮了 她接过她递来的茶 四国虎狼环四 他们只会因为我们没将军 而七人更甚 一场仗战死千个将士 保的是边境万万百姓 和三小姐聪慧 算得清这样的仗 少将军向后靠在椅背上 竹影透过窗 落在她云淡风轻的眉眼上 善战却不好战 这样的本事和眼界 放在一个二十刚出头的男儿郎身上 自然是让人动心的 所以她看她的眼神 不再是戒备与鄙夷 美人展颜 说她潜学过射箭 要与她比试 她射中将近靶心的位置 谦虚地说 将军不必让我 三小姐想赢 少将军如此一问 我便知她胸有成竹了 而她落落大方 任清风浮动群与差 说道 固然想赢 却更想输得光明磊落 少将军的眼中 也多了几分赏识的神色 她拉弓引箭 在我以为她要射中把心时 却是射穿了少夫人的箭 落在了相同的位置 她回眸 高树地发带 甩在了胸前的御带上 那是她在父兄战死后 独自领兵破敌 追回陷落的三座城池后 皇帝亲手为她佩戴的 而年轻的将军并不自负于功名 只是冲她心仪的姑娘温柔地笑着 如此 便算三小姐与我平手了 和三小姐失神了许久 只此一面 成了佳话 更成了良缘 那天回府 老夫人向我探听情况 我想了好一会儿 才说到 少将军有些礼数未能周全 可生在和三小姐欢喜 老夫人与和三小姐的祖母 曾是归中密友 她急看重这门亲事 听我此言 方放下心来 她教养过的孙女 不会差的 提及老友 老夫人开了话匣子 银发之下 她的一双眼睛依然黑白分明 神思飘远 她望向窗外的青梅之头 我与她幼年同学于上善堂 她背书那样快 真真是应了那句过目不忘 老夫人浅笑了声 我就不一样了 那双苍老的眼中 仿佛透出了少年人的华光 我惯爱和男儿郎们混在一起 学骑马 玩长剑 我有回扮成个小子 还被老侯爷认成了她家的二公子 我后来见了那位二公子 恍惚看去 当真与我长得像 许是因着相像 我打第一眼 就觉得她清静 像是许久未见的故人 老夫人提到的老侯爷 是已先去的府国侯 而那位老侯爷的二公子 便是老夫人后来的夫婿 邵将军的祖父 那段姻缘之于老夫人 是很美好的旧意 泛黄的书页始于两人的庙园 但只有十几年 就停在了将军战死沙场的一刻 那时她尚年轻 三十多岁 膝下两位公子 教导的都很好 府里的老嬷嬷说 得知将军的死讯后 老夫人痛哭了几天几夜 熬的饭都吃不下了 两个少爷忍着丧腹之痛 轮番照顾着 才让她强打起了几分精神 那会儿老夫人就问了一句话 她问两个哥是不是也要打仗去 见他们揭不言语 她便不再说话了 老嬷嬷长叹 她与老夫人是同岁的 可她的头发只是灰了一层 老夫人的却全白了 一夜之间 老夫人就如同变了个人一般 从前她最烦管家管账 这些琐碎事 那之后 她亲力亲为 俨然是家主模样 让孩子们只管放心带兵打仗 她绝不让将军府的威仪塌下来 一品正义将军的匾额高悬府门 不知愁的女子没了笑脸 正今微做的是将军遗双 是撑起偌大府邸的告命夫人 她太明白那种陡然失去的痛苦了 所以她常劝少夫人 静心养性 别花太多心力在少将军身上 人不能在年少时太过无忧无虑 否则所依之之摧折 也会觉得如天塌地陷一般 这句话 老夫人只在我们几个一等丫鬟面前说过 东贵说 少夫人聪慧 若老夫人同她说 她该一点急通的 老夫人私存了好一会儿 缓缓摇了摇头 她起初不愿嫁 是不想嫁给一个武将 如今愿嫁了 又岂会不明白这个 老夫人心善 心善之人向来看得到旁人体察不了的细微处 所以她那一声长叹 听得我很心疼 她难过地接着说 嗓音都打着颤 这样长的光阴 以院子都是盼不到归人的可怜女子 她今年才多大呢 她以后的路又该怎么走呢 那一瞬间 老夫人没她眼线 我是不是做错了 不该牵累人家好生养大的姑娘 秋风止息 光阴寂静 我末地想起出了家的大夫人 与远走他乡的二夫人 那年两位将军兵分两路 一个平西江叛乱 一个南下矫匪 平西的马格果尸 脸被野狼撕咬 送回帝都时至亲难辨 矫匪的被万箭穿心 死时盔甲下还穿着大红喜服 平西的是长子 西下上留了个两岁的孩子 那便是后来的少将军 而矫匪的是次子 十年刚满二十一岁 才娶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姑娘 便在大婚业领命出征了 两位夫人都那样年轻 丧夫时连二十岁都没有 老夫人好心 让他们自行改嫁去 说将军府绝不扣人 可伤透了的心 留在了这身强大院里 两位夫人前脚踏出将军府 一个进了佛门 一个远离帝都 谁都不愿再沾染这片伤心的 大夫人将柚子托付给了老夫人 老嬷嬷说 那一晚他俩紧闭房门 抱着一个质子 谁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 只知道老夫人一夜白头 送走代夫人后 一病不起 足足躺了一个多月 还能说什么呢 一个丧夫 一个丧子 皆是眼中泪 心头泻 圣上惦念将军府子孙凋零 特许少将军成婚一年后 在领兵出征 如今少将军与少夫人成婚 也将近一年了 众人口里不说 心里都放不下 但老嬷嬷年纪大 糊涂了 当着老夫人的面 一边挑踩绳一边说道 莫不是咱这院里有什么邪风 怎的 好好的儿郎 到最后 都争着抢着要打仗去 到头来 每一个冬柜给我使眼色 她给老嬷嬷敬茶 我抢下老嬷嬷手中的踩绳 忙到 打落子这样的事 最熬眼睛的 您该早些吩咐我们做的 老夫人始终低头 看着手中的一卷浮经 她不言语 但我知道她听到了 她向来不为难下人 尤其是像老嬷嬷这样 从年轻的时候就伴着她的老人 所以 在我们劝走了老嬷嬷 气氛一度很低沉的时候 老夫人笑着张口 你们听她说的 可是气人了 她自己架了老账房 儿孙绕西的 如今便来我面前显白了 你们这群丫头向来有主意 快想个法子帮我制止她 如是 我们也跟着笑了起来 我正想着说几句讨巧话 让老夫人舒舒心 没想到少夫人走了进来 张口便是要人 祖母院里妙人多 平日里我坐在西院都听得到一阵一阵的笑声 她半蹲在老夫人身边 给老夫人捏腿 祖母若疼我 便让我挑一个去做伴吧 老夫人自然应允 我当下便有了不好的预感 一鱼也抬头看了我一眼 满目的担忧 没想到少夫人鲜鲜欲指一身 果然指向了我 更没想到 她不单是要我伺候她 而是我知道老夫人最疼的 便是这位年峰姑娘 所以我可不敢怠慢她 总要让少将军将她内进屋里才是 我被少夫人强行塞给了少将军 理由是当初少将军肯将我带在身边去拜访她 可见少将军爱重我 我不敢高攀 千般推托 才说服少夫人一切从简 让我在少将军身边伺候着就成 初冬的雪夜 少将军在里间看书 我侧坐在门边看探火 谁也不言语 连风雪轻拍窗帘的声音 都显得格外清晰 我不敢看她 从小到大都是如此 我进府已有八年了 这几年她领兵出征见得少 但早几年她还跟着老夫人同住南院时 我与她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饶是如此 每一次见面 我都觉得陌生如初见 我在她眼中 永远如同一只猫狗 她在我心里 也从来都是如隔山隔海 隔着到看不见的洪流 而我在门边翻探火时 瑞雪披着一身风雪 办了差事 回来复命 她起初没抬头 垂眸进来 屈膝行礼 看到我的裙摆 欲言又止了一下 少将军说 不碍事 她是我房里新来的 瑞雪这才抬眸 她看见我 先是遗症 没忍住呢喃了一句 是你 少将军不嫌不淡地说道 先前是老夫人府里的 叫什么见少将军 思索半天 瑞雪才又低下头 声音放得很轻 是年峰姑娘 少将军看了看瑞雪 又看了看我 笑道 你二人的名字 可不正是瑞雪赵丰年 我俯视着 只能看到瑞雪的背影 但那一年 她走在我身前 羔羊着脑袋 如翠竹挺直 而现在 她跪在我面前 低垂着眉眼 冻伤的手背 青筋分明 瑞雪微微侧过头 又看了一眼我的裙摆 替我解释道 姑娘的名 是年峰人增寿之意 当时老夫人圣赞 传遍了和府 少将军定睛看了我一眼 这是她头一次 正眼看我 带着思赏识的意味 对我说道 你是个有心的 祖母没白疼你 我安静地站起身 安静地行礼 安静地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此刻该说点什么 才能显得我不那么谄媚 可我的这些心思 在这座大院里 总归是无足轻重的 所以我终究以取碳为由 时去地退了出来 让他们放心地谈正事 我特意提了一盏灯 绕了远路 最后在院门边停住了脚 那里有颗高大的银杏 立于树下 可暂避鹅毛大雪 可我明明未避雪才占到树下 却又忍不住伸出手去接雪 好奇这场雪究竟落得多盛大 嫌疾发慌罢了 在我发呆时 一个男子的身影 从不远处地转廊走来 不用看清他的脸 我就认出了他的声音 姑娘快进屋吧 我已与少将军谈完事了 进前来 那双青郡的眉眼依旧 夹边的梨窝也依旧 我未接话 转而言道 这场雪真大呀 瑞雪微微一笑 停在风口处 为我挡了大半风雪 瑞雪照风年 她子言一出 不知怎地 我跟着鼻腔一酸 我没忍住问她 你们是不是又要出征了 瑞雪一正 旋即垂下了温柔的眼眸 姑娘问点别的吧 我一瞬了然 心中腾升起万般的无奈 我末地在想 当年老夫人问她的两个儿子 是否一定要带兵打仗去的心情 也该当如此 我乖乖问了别的 你打仗的时候 怕不怕呀 瑞雪没想到 我会问这个 但她还是极认真的想了想后 对我说道 怕 可我能做好的 只有这一件事了 我家还靠着我的军饷度日呢 好在我们将军向来体恤下属 银钱上并不可待 小兵们大多不明白四处征战的意义 他们说不出少将军那些不为虚名 为的是太平的话 他们大多只为亡命 为军令 为一口饭吃 因为说不出那些惊艳世人的话 所以他们没有名字 史书上没有 后人的赞颂礼也没有 有的只是尸骨无人收 等老了 天天守在村头的爹娘 看着瑞雪干净的眼眸 我墨地无话可说了 我把自己手中的灯盏 不由分说 塞在她手里 提起叹蓝 就往回跑 我想为你亮一盏归家的灯 可我如今 只能无名无分 她大概是急促地呼唤了我的名字 但瞬间就消散在了夜雪中 我猜想 少夫人将我塞给少将军 是为了试探她 府里人多嘴杂 我听到过一些传言 说两人成婚至今 还未圆防 如花美眷 她却总对她防着一层 心高气傲的女子 自然会心生疑虑 可惜少夫人不明白 她已是她的心上人 都看不破她在防什么 那我就更不能了 所谓自幼相熟的情分 我只得苦笑着摇摇头 那算什么情分 自古杀伐果掘的肖将 听说过哪个碍于儿女情长 甚至为丫鬟婢婢子敞开心扉的 所以我自然试探不出来 我统共就在少将军屋里留了两碗 第一碗 我刻意回避 照看探火 一夜未眠 第二碗 她坐怀不乱 命我抄了一页的经书 给我背了半人高的纸张 生怕我半夜停笔去找她 我老老实实向少夫人汇报 还对她说 少夫人既觉得 奴婢与少将军自幼相熟 那少夫人该听奴婢一眼 以少将军心比天高的心性 她断然不会为这旁的女子 冷落自己的妻子 许是君物繁忙 偶尔疏忽家事也是有的 我无奈地看少夫人明明嘴角扬上了天 却还要口是心非 许是她更喜欢活泼些的 和你常来常往的那个小丫头 看着就很机灵 是叫仪宇吗 我知老夫人给仪宇已寻好了亲事 仪宇自己也欢喜 老夫人便预备明年亲自给仪宇操办 所以我忙阻拦了下来 少将军若有心 何必等到今日由少夫人来安排 先不说我与仪宇 像东贵那几个年纪大些 更出挑的 也没见少将军何时多瞧过一眼 我知这话少夫人爱听 索性欠下身子 一边给少夫人侦查 一边接着说道 平日里我们都畏惧少将军 只觉得他如同个火炎罗似的 生怕说错一句讨了罚 谁还敢妄图高攀呢 如今少夫人进府了 少将军才有了几分人情味 可见我们这些丫鬟 伺候了十几年 是远不如少夫人 进府这十几个月的 少夫人被我说得心花怒放 拉住我的手 让我坐到他身旁 他凑近我说道 难怪祖母最疼你 你果然是最贴心的一个 他问我 既然不是另有心仪之人 那少将军为何还避着他 我其实也很好奇 所以只能摇摇头 言说自己也揣测 不来少将军的心思 少夫人长叹一声 只好转而言他 他说既然已将 我要到了西院里来 自然也不能让我坐冷板凳 所以他让我陪他学着管家 他的精神头十足 我猜想老夫人当年 坐这将军府的当家主母时 该当也是这般神采奕奕的模样 祖母既要我分担 我自当好好学 他连了还补了一句 让将军只管安心在外带兵打仗 府里的是 我与祖母一起担着 我煞时便注意到老夫人的一顺失神了 那都是他曾经说过的话 那天老夫人特地留了我 让我帮他做一条新汉金 初春仍旧严寒 他其实用不到的 但我情愿听他的话去做 我欠他的又何止是当年的一条汉金子 年峰 你与我说实话 老夫人凭退了众人 只和我说话 听闻他夫妇二人不和 可是真的 我想了想 回老夫人 他二人平日里看着很好 我只听闻是少将军不肯远访 若四级少夫人对我说的一些话 此事应当是真的 老夫人的神情先是正了 后是迷惘 最后是掩盖不住的哀伤 雪落下 天光灰暗 更显得他眉梢眼角都是忧愁 我不懂 只能上前屈膝俯身 轻抚他的后背 年峰嘴笨 不知该说些什么 才能让老夫人熟心 我不敢皱眉 尽量说得温和 我没想到 老夫人只正正看了我一眼 就落下了眼泪 这是我禁府的第九个年头 这个在我眼中如同神佛的老人 头一回如薄冰脆弱 他无声地落了许久的泪 才哑着嗓子换了声我的名字 年峰啊 指此一声 我便没忍住 也跟着掉了眼泪 而更让我意料之外的 是老夫人接下来的话 她见了她娘的心思 见了我这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苦楚 宁愿她这一脉死在沙场上 也不愿我们这些可怜人 一代又一代地重蹈覆辙这孩子 这孩子究竟何时想的这些 老夫人虚弱地 已在我的臂弯里流泪 我的心跟着抽痛 那是段子绝孙的决定 她不仅要做百姓的护国将领 还要保全她这一小家的亲眷 若杀业中有恶报 便停在她这里 这是痛彻心扉的觉悟 我们终究迎来了 少将军要出征的圣旨 大军临行前 老夫人把少将军拉到身前 只攥着她的手 一个字也说不出 一向雷厉风行的少将军 也红了眼眶 副将催促再三 她也不肯放手 只因我们都知道 如今老夫人年事已高 且不说若在目睹唯一的孙儿 战死疆场能否扛住 只说这一回 少将军要去千里外的墨北 路上来回便要数月 老夫人未必等得到她回来 一旁看着的少夫人 早已泪流满面 她攀着我的臂弯 强撑着不倒罢了 而少将军最后只说了一句话 她不再周全那些虚理 扶进老夫人怀里 奶奶 等等肖儿 等肖儿回来 给您过七十大寿再起身 撒娇的孩子变成了无坚不摧的将军 上了战场 心中就不能再想家 那一道道金戈铁马的身影 走远了 个个如镜竹 如姑松 我起初还能盯住瑞雪 后来再瞧去 个个都是没有名字的瑞雪 少将军出征后 少夫人越发扑在府里府外的事物上 最远的田庄在城外 临着将军府的陵园 满山都是银杏树 她和老夫人一样 在少将军带兵打仗的日子里 都变得格外虚导 她问我 是不是将军府的人都爱银杏 怎地到处可见 我想了想后回她 少将军是不爱树木的 她爱观花 少夫人一边看地里的青苗 一边笑说道 我原以为她在西院种了那许多灵霄花 是阴着她名字里有灵霄二字 原来是阴她爱花 我也跟着笑道 灵霄花却是个例了 的确是阴着与少将军同名 才种了那许多 少夫人跳起来挠我的痒 贾称道 你这坏丫头 话只说一半 就等着听我的笑话呢 是不是 我跟着她笑闹 山上的银杏已郁郁葱葱 我与少夫人跑到了半山腰 坐在一个大石头上歇息 她仰头看那些小扇子似的树叶 楠楠问我 年峰 你说 等这些叶子转黄了 能盼到她回来吗 少将军出征不过两个月 怎么想都不可能 但我不想看她眼中的那片光彩消失 便对她说道 盼得回来固然好 盼不回来也须得做好眼前的事 每年的秋收是田庄上的头等大事 如今老夫人身子骨不利索 还得少夫人多操劳 她定睛看我一眼 笑得颇为落寞 年峰 若有一日府中无主 你做何打算 此事我从不曾想过 幼时 我一切听凭老夫人做主 只顾着自己眼前的活迹 连带着照料我娘亲和姐妹们 近些年 少将军成年领了官职 一些事物便听少将军的了 我从没想过 若有一日 老夫人先去 少将军战死沙场 我该何去何从 所以我只得老师回她 奴婢知道 该想想前程了 可我没想过 也不敢想 少夫人拍了拍我的肩头 长叹一声道 我明白 你怕想了 有朝一日 就真要走那一步路了 你见不得将军府出这些事 我转头看她 这一次 仔仔细细地瞧了瞧 我清晰记得 她在太夫府 自义任性的模样 也记得她出道将军府时 活泼灵动的样子 毕竟 这不过是一年多里的事 我末弟就想起 老嬷嬷形容老夫人的那句话 一夜之间 她仿佛变了个人一般 可是老夫人的沉稳 是失去了 心爱的夫君换来的 而少夫人还未经此痛 就已经学着接受一切了 时刻 怀着生死绝别的心 去等待一个朝思暮想的人 这该是如凌迟般痛苦的事情 我俩正相顾无言 各自怀揣悲戚的心思出神时 一个家丁跑上前来 说老夫人昏迷不行 要我们速速回去 我惊惧之下跳起身 踩到碎石扭了脚 好在被少夫人一把掺住 不然就要滚落山坡了 她一边搀扶我往前走 一边安慰我 年峰 你别急 这片路不好走 我带着你 那是和瑞雪曾对我说过的一样暖人心的话 她还说祖母那样心善 我们还要给她过七十大寿的 老天爷断然不能 断然不能她的话音 渐渐引入了抽气声中 而晴了小半个月的天 也末地阴沉 稀里里落起雨来 与世见盛 我和少夫人跑进南院时 已灵透了全身 老夫人已经苏醒了 她靠在床边 暖黄烛光映照在她慈祥的脸上 连她的一头白发都照成了金发 老夫人此刻就像一尊菩萨 怀着她温热的菩萨心肠 见我和少夫人气喘吁吁地进来 她微微招手 让我俩去她身边 她挨个摸了摸 我和少夫人湿透了一山 皱起眉虚弱地说 这样大的雨 将你们都淋透了 快去换了干衣上 把头发也擦干了再来 我不过是多睡了会儿午觉 听他们大惊小怪的 见我与少夫人不肯离开半步 冬贵朝一语来搀扶我俩 冬贵劝我 少夫人心急便罢了 你如何也不懂事 你们若因此着了风寒 更让老夫人挂心 平天烦恼了 闻言 我只得扶着少夫人一同离开 我刚踏出老夫人的房门时 并听她换一语前去 语丫头 先前我给你说得亲 你可反悔了不曾 若还情愿 我便帮你操办起来 她明明说的是喜事 我却听着指向是在安排后事 嗓子一梗 鼻腔一酸 没忍住 我就落了泪 少夫人忙帮我擦拭眼泪 我借机握住她的手 跪下向她磕头恳求 少夫人 求你允了年峰一件事 若老夫人要打发奴婢出府 万望少夫人莫应允 年峰想照顾老夫人最后一程 她将我拉扯起来 唯有满口答应 乙宇的婚事 是我们府里这段低沉日子里的一抹暖光 老夫人出手阔绰 一时间南院里人头攒动 欢声笑语 好不热闹 乙宇迟迟不肯跟着迎亲队伍走 赖在老夫人的膝下 只管插科打混 逗老夫人笑 喜婆来催促 说快误了及时了 老夫人才亲手拿了大红盖头来 劝乙宇 快去吧 宇丫头 不过误了及时也不怕 若那家人刁难你 你只管回来告状 我给你撑腰 乙宇笑着硬下 乖乖跪好 让老夫人给她盖上红盖头 可耐串笑声 笑着笑着便不笑了 只需一声新娘子的啼哭 就惹得我们满屋的丫鬟 都红了眼眶 冬柜给我使眼色 我们不愿让老夫人跟着赶伤 便强撑着笑容浮起乙宇 送她出嫁 可乙宇才走到院门前 猛地挣脱出来 又折返跑回了老夫人的门口 她跪在门前 冲老夫人扎扎实实刻三个响头 新娘子哭花了脸 抽气着对天发誓 老夫人 与丫头下辈子还来跟着您 当牛做马 托您去做菩萨 那是我们所有人的心声 惹得老夫人也红了眼 劝一语别再说浑话 嫁了人就安心过自己的日子去 那之后的几个月 老夫人已开始犯糊涂了 但她会在自己清醒的时候 急忙张罗 将几个未出阁的丫鬟 都好生嫁出去 将军府的威仪 加上老夫人动用的娘家的权势 她给丫鬟们寻的都是家事 人品巨高的去处 我与冬桂 是留到最后的两个 冬桂本是老夫人从路边捡回来的姑女 没个家人寻觅 所以她抵死不从 说自己这条命是老夫人给的 无论如何要为老夫人养老送终 老夫人也说 男院里最得利的便是冬桂 她也的确一刻都离不开 如此 冬桂才留了下来 最后 老夫人招我去了房中说话 她拉着我的手 满面的惭愧 我原本是有些私心的 只想着 听了你们少夫人的话 让肖儿纳了你 你便能常留在我身边 也与我更亲些 谁承想如今她不愿放你不说 我也无法为你寻得更好的去处 我摇了摇头 在她身前贵的笔直 老夫人 无论是何身份 年峰都心甘情愿留在您身边 照顾您一辈子 冬桂姐姐之心 乙语之心 亦是年峰之心 我只是个普通人 我没有那么大的志向 唯愿填饱自己和娘亲 姐妹们的肚子 以及还得了眼前这盛大的恩情 老夫人长叹了一声 视线落到我正在坐的一条汗金子上 今年就是那般美好 我与老夫人都陷了进去 而她犯了糊涂 刚才还在说我被少将军纳了的事 现在却说 年峰 你只管告诉我 你可有心上人没有 我为你做主 让你风风光光地出嫁 瑞雪的脸在我脑海中滑过 我一咬唇 缓缓摇头 老夫人知道我的 我连汗金子都秀不好 哪有心思管顾那些事 我还小 只想多陪老夫人几年 那我总不能一辈子都把你绑在我身边吧 老夫人笑着说 我清晰地看到一束阳光落在了她温柔的眉眼上 然后她就这么闭上了眼睛 再一次昏迷了 她倒在我怀里 呼吸微弱 惊得我连哭泣都只敢静悄悄的 老夫人的身体每况愈下了 少夫人操持府里的事物 忙得焦头烂额 还要应对各路各怀心思来探探的外客 于是她将老夫人这边的事 全权交给了我与冬贵 冬贵见我稳重 更让我时时刻刻都守着老夫人 照顾她的起居饮食 我情愿做这些事 小到一杯水都急上心 老夫人犯糊涂 我一遍又一遍耐心地哄她 她早年的事我知道得少 好在这些年的事 我都装装渐渐记挂着 随她提起什么 我都搭得上话 我想让她的心情畅快些 这样兴许能再让她挺些时日 这样假若少将军能回来 她还能再见 这西夏唯一的孙儿一面 少夫人来与我们商议过 若少将军回不来了 断然不能向老夫人 走漏一丁点的风声 她提起她的夫君时 饶是冷静 话到尾音还是颤了颤 我给她斟茶 宽慰她 少夫人只管放宽心 少将军是天将无取星 老夫人积了这些福 定会保她逢凶化吉的 少夫人端起茶中 御饮却又放下 避开众人对我说道 她刚出征时 我茶饭都不思了 可没的办法 总要有人撑起这个架 总要有人撑死将军府的门楣 就像老夫人 此时祖母常握病塌 我已顾不了胡思乱想了 我只怕少夫人紧锁了眉头 只怕我没身孕 将来若她战死沙场 我没这个名分 再撑起这个家 若少将军始终无儿无女 届时老夫人病天 少夫人被和太傅接回去 将军府就真的散了 就在人心最惶惶的冬末 一场圣雪过后 少将军凯旋了 因着老夫人的病情 我们都在设想最坏的情形 陡然听到传令兵来到 皆是正愣 少夫人最先回过神来 一声痛哭就往外冲 冬柜领着一众嘉宾都去相迎 我腿脚一软 扑通就跪倒在了老夫人的踏前 我喜极而泣 老夫人 少将军回来了 她平安回来了 可老夫人还在昏睡着 偶尔一声梦意 皆在呼唤故人 少将军很快就从院门外冲了进来 她还没来得及换衣 穿着一身带血的铠甲 看面容 屈黑轻瘦了不少 我把她拦在门外 小声说道 老夫人还睡着 少将军不妨先去更衣洗漱 以免这身血迹下着老夫人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一身铠甲 最终点了点头 跟着少夫人转身先去了西院 在少将军再来前 老夫人醒了 屋外细血绵绵 她换我的名字 年峰 我梦到萧儿了 我会握住她的手 坐在踏边 柔声对她说道 少将军在西院里呢 您可是想见她了 我派人去请少将军来 她点了点头 旋即少将军就走了进来 她走到门边时 我小声提醒她 老夫人暂时不记得 她去出征的事 未免让她忧心 不如避而不谈 少将军应了一声 舒展眉眼 笑意盈盈地走了过去 祖母 萧儿去小厨房学做长寿面了 等下月过新年 我们给您喝七十大寿 萧儿亲手做一碗 给您尝尝 老夫人笑开了花 伸手摸了摸少将军的脸颊 她说着糊涂话 祖母前日给你提到 和太傅家的三小姐 你说你去年七夕灯会一见清心 何时打算上门提亲去啊 彼时 少夫人就站在少将军身后 神色明显一正 少将军与其温和地回到 等开了春萧儿就去 饶是她不愿嫁五人 萧儿也要使尽手段拐了 那和三小姐来 少夫人倾挪两步 藏在株莲后 笑中带泪 老夫人点点头 又换了我钱去 让年峰跟着你 你向来随性惯了 少不得礼数不周全 你也别总瞧不上我屋里的丫头 他们各个冰雪聪明着呢 少夫人这也才知晓了 当初少将军带我随行的缘由 拖欠就地看了我一眼 我们正一派和气地陪着老夫人 一阵寒风拍动窗帘 老夫人猛地一颤 忽然没了笑脸 他的双手再次抱起了少将军的脸 但这一次 他泪流满面了 我的萧儿 你 你终于归家了 身上可受伤了 墨北苦寒 可冻着了 可受饿了 定是 着了 都能摸着骨头了 吴儿含糊 吴儿 欲拾乎 屋中众人 无不伤心动容 老夫人在最后的一城里 许氏回光返照 什么都记得很清楚 我们一起过新年 他翻出少将军又是玩过的不老虎 说他白天扔在一旁 嘴上说如此幼稚之物 他是不碰的 夜里却藏在枕头边 睡着了 都抱在壁弯里 我们难得见着少将军红了脸 接大旗胆来笑他 他也不恼 任由我们一群女子混闹 他只顾吃酒说笑 酒过三旬 我奉老夫人的命 去给门里门外首页的小私们发银钱 我一路发 一路认 一直走到西侧门 都没见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自尽了少将军的屋 我不敢向任何人提起瑞雪 可此一战凶险 据闻死了上千人 而少将军回来已小半个月了 我始终没见到他 实在揪心 我只得向西侧门外的小侍卫打停 去年守此门的人呢 我怎么派发了大半个院子 都还没瞧见他们 可是今年没轮值 一个小侍卫抬起头 指了指北边 姐姐说的是瑞雪和郑林吧 应是在北门看守呢 我一路又小跑去了北门 雪天路滑 还在台阶上摔了一下 推开北门 我忙往外看 却只看见郑林 我抢掩住内心的惶恐 一边给他发银钱 一边接着打听 听说此战舍了许多兄弟 郑大哥能平安回来 便是大服气了 去年见你与瑞雪同职守 今年都不曾见他 他莫不是郑林接了钱 长叹了一声 我惊得心里抽痛 魏黎也止不住地翻涌 听他接着说道 是啊 太多兄弟都没了 尸体都运不回来 风雪呼啸 我的手藏在袖中颤抖 瑞雪算命大了 折了条腿 但好赖保住了性命 将军给他安排了底下管铺子的火 没再让他来指手 我的心瞬间落下 长呼好几口气 才定了定心神 那一路我不知是怎么摸回去的 我的脑子里只有那半句好赖保住了性命 我没想到 我回去时 正赶上瑞雪和几个管事 来给少将军与老夫人拜年 他脱下了珠衣银甲 穿着一身葱绿的长衫 烟灰的小袄裹着轮椅里的人 那对梨窝依旧笑意融融的 我与他只打了个照面 我借着与一众管事搭话的时机 与他说话 只要人长在 新的一年定会更好的 他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院中的落雪 他说了那句老话 瑞雪照封年 是好照头 他跟着人群一起对我说道 多谢姑娘的吉言 祝姑娘新的一年也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 该当是登天一样的难事了 我将手中的灯盏再一次留给了他 雪天路滑 别从北门走了 瑞雪心细 低头看到我摔跤后 被泥泞染脏的裙摆 他微微皱了眉 原来他皱眉时 那对梨窝就不明显了 我已经转身要进屋了 瑞雪墨地叫住了我 听闻年峰姑娘管账 是把好手 若我铺子里有不懂的活计 能来请教姑娘吗 我转头冲她一笑 轻轻点了点头 在她温柔的笑眼下 那对梨窝又明显了 活着就好 瑞雪 活着就好 初春草色刚显时 老夫人在一个温暖的午后 只闻呼气 不见细气了 人生七十古来兮 她这一生 跌宕起伏 坚毅善良 其实已然足够了 只是我们这些小辈舍不得罢了 总觉得那样好的老夫人 该当长命百岁 该当比我们还要活得久些 她为所有人都做好了打算 尤其是冬桂 她让少将军认冬桂为义妹 待冬桂为她守孝之后 务必要为冬桂说满好亲事 要让冬桂做当家主母 绝不能受半点委屈 唯独到了我 老夫人眼含几分愧疚地 拉住了少将军的手 你知道我向来疼这些姑娘 我放不下冬桂 放不下雨丫头 尤其放不下被你强占的年峰 他们都和我一样 都是命不由己的可怜人 可你总瞧不上他们 为何要瞧不上呢 他们个个与我一样 都在挣扎着活个人样出来 你总说将军府的天靠祖母称着 你不在府的日子 又何尝没有他们的功劳 尤其是年峰 你成了婚 转身奉旨出征了 丢下才上手的新娘子 和我这糊涂了的老太太 还不是全靠年峰兜着底 老夫人说得着急 好一阵咳嗽 我不忍心 上前轻抚她后背 哭着说道 老夫人 都是年峰该做的 求您歇息会儿 别再为年峰费心力了 老夫人凝视我 眼中是无限的悲痛 我很久以后 有了自己的子孙时 才在想 她会收留这么多的小姑娘 大概也因为 她很喜欢小孩子 我们是被她养大的 她是我们如亲 所以才会在临走时 有万般的不放心 可忠她一生 最后服官的 只有一个早早懂事的孙儿 她想让我自己选择 只让少将军答应 成全我的心愿 便算了了她的一桩心事 虽知道少将军名事里 老夫人还是将少夫人叫到她前 应许她将军府不扣人 若将来少将军战死沙场 她重归自由身 回家或再嫁 绝不阻挠 她照顾到了每一个人后 就在一个晴朗的春夜 久久地闭上了眼睛 那时我们所有人都伴在她的身侧 她走得无害而安详 出殡那天 曾经被她一手操办 嫁出去的姑娘们都回来了 个个披麻带笑 饶是若不禁风的小女子 人一多 也能扶起官果 遗雨已有了身孕 不能常跪 在少将军的立声喝止下 她才磕了头便作罢 可她依然留在灵堂里 坐在她曾在将军府时 最爱的一把方椅上 静静望着老夫人的灵牌 眼眶始终红红的 那场丧事 痛哭之声从不见断 连雨水也未停歇 众人都说 老夫人生前是大善人 不仅凡人舍不得 苍天已渐连 冬柜已消瘦极了 她流着泪向天上望 楠楠问我 老夫人一定是做菩萨去了 对不对 我很劲点头 将冬柜揽进怀里 我抹掉她的眼泪 劝她去吃喝些 为了老夫人 也要好好的活 她说 我们个个与她一样 都在挣扎着 活出个人样来 我既在对冬柜说 也在对我自己说 珍重自己 才能活出个人样来 老夫人一去 昔日热闹的南院 陡然便冷了下来 大家都怕毒无私人 愣是毕少将军 在西院又加盖了几间屋子 供我和冬柜几个住下 而老夫人过世的第二年 少将军便如约任了冬柜 为义妹 给她寻了极显赫的家世结亲 最后依照着 将军府小姐的尊荣出嫁 冬柜有意带我一起走 我想起了老夫人 想起了将军府的点点滴滴 最终摇了摇头 没几日 少将军便来找了我 她明白 虽是少夫人的一场闹剧 但我在府中 的确是她屋里的人 她问我有何打算 这样的话 曾经少夫人问过我 如今换了少将军 我知道他这样急着安排 定是又领了出征的旨意 所以我跪地行礼道 若少夫人将来有孕 我便留下帮夫人管家 若少将军旨意不要孩子 我便出府去 我这一次 终于大胆提起了她的名字 我想去寻瑞雪 她的玉器铺子离灵园最近 我便可守着老夫人 常为她扫墓了 少将军十分错愕 想了好一会儿 才反问我 瑞雪 我挠挠头 回她 我虽消想过她 却绝没有与她苟且过 少将军若不云 我以后也不会找她去 她气笑了 又问道 怎么 我一个将军 能保你一辈子的荣华 还比不上她一个小兵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论带兵打仗 千万个瑞雪 都比不上一个将军 可考虑到今后过日子的事 瑞雪肯让我管家 肯让我这起而出身的婢女 站到她前头去 这便足够了 少将军听懂了我之所求 而她的选择 也印证了曾经老夫人的话 她要放我走 让我安心去寻瑞雪 所以少夫人绝不会有孕 这将军府 到她这里就要空了 天光云影 下风拂面 到这中聊 少将军看我终于 不再想看一只猫狗了 他对我说 年峰姑娘且在暂住些日子 在帮帮我家夫人 至少她微微蹙了眉 她知道我明白她想说什么 至少等她这一次出征 有个结果后 你若不放心 没成想少夫人躲在门后偷听 听到这里 她终究没忍住站了出来 不如就聘请了年峰姑娘做管家 少夫人一向要强 她在竭尽全力 带着笑容说这件事 哪怕她早已心如刀割 等哪日这将军府散了 再由着她离去 如何 也许我迟迟留到最后 冥冥之中 便是要我为老夫人 守这座将军府的最后一城吧 如是想着 我应了少夫人 许是老夫人其福有灵 少将军后来身经百战 或胜或败 始终都能留条命回来 他治兵有方 培养了许多肖将为帝王所用 而他亦有一条原则 从踏实 军中只收家中有兄弟姐妹的 绝不要独子 少将军不到四十岁 就越过了他的曾祖父 被封为一品军侯 还领了御赐的宝剑 可斩宁臣贼子 急流永退 他在此时请求结甲归田 少夫人也不再年轻了 将军怕伤了他的身子 二人也没再生养 只是收养了一群孤苦伶仃的孩子 像老夫人当年一般 已遇见我兴致缺缺的 对我说道 你可别不言语 你知我是打趣你的 你劳我这一生 该当时很好了 遇见一个又一个的善人 使我也得以善终 老来我在银杏树下乘凉 一个被少夫人养大的小姑娘 窝在我身边 听我讲佛经 她跟着我学写字 学得很快 在我下意识夸她我教了 那么多孩子写字 你是学得最好 最快的一个后 久久我才想起来 这句话曾经老夫人也对我说过 少将军亦不再年少了 大家都称呼他为老侯爷 但我还是时常叫她少将军 我始终放不下年少时那段好光阴 她说我越来越有老夫人当年的模样了 我笑了笑 说道 自她走后 我们其实都活成了她的模样 身骨会枯化成灰 但老夫人留下的心性不会 这便是最好的结果吧 我在弥留之际 绣了最后一条汉金 我用它给刚就进府 枯化了脸的一个小瘸子 擦了擦脸 我笑着对她说 孩子 别怕 我的夫君没了半条腿 可她依然过好了这一生老夫人 我想 我也过好了这一生 你说 是不是 我就是 我爱您的